蝦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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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塔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日式炸雞喔 我都加了兩種不一樣的食餐 原來的日式炸雞呢 外面裹上了一層櫻花蝦跟海海粉 非常好吃喔 今天我選擇的部位是雞翅 你可以選擇任何你喜歡的部位 例如雞胸肉啦 或者是雞腿肉都可以 那雞肉買回來之後呢 我會先清洗乾淨 然後放在網架上晾乾 你可以找一隻像這樣子的捏子 清除雞肉上殘留的毛髮 當然也可以省略啦 也不一定要這麼龜毛 雞翅我醒肉飯 老闆先幫我剁成三結 第三結的部分呢 它比較小沒什麼肉 所以我就把它拿去熬成高湯 雞翅的中段呢有兩截骨頭 你可以在骨頭縫的地方呢 這樣化開 那這樣子呢也比較容易入味 也比較容易熟 顏值雞肉最基本的三種調味料 鹽 糖 胡椒 黑胡椒或白胡椒都可以 那鹽份的量呢 我大概是抓雞肉重量的 0.8到0.9左右 喜歡吃鹹一點的人 大概抓雞肉重量的1%左右 那糖我喜歡用三溫糖 因為它比較細緻 味道也比較不會那麼死甜 糖的份量大概就是鹽巴的兩倍 我的習慣呢會先用鹽巴糖 糖胡椒先抓醃一下 這樣搓勻之後呢 我們再來加蒜泥姜米 清酒跟芝麻油 稍微把它混合一下 蓋上一張保鮮膜 像這樣子隔絕空氣 移到冰箱大概是4個小時以上入味 你也可以用塑膠袋或是真空袋 整個密封起來 放到冰箱 醃製24個小時會更入味喔 這次的日式炸雞呢 我都準備了兩種不一樣的材料 這個是櫻花蝦粉末 這個是日本的青海苔粉 這個櫻花蝦粉末呢 你可以在上飲水餐買到 它一包很大一包喔 大概是不到100塊錢左右 那它可以拿來熬湯 會非常有蝦的味道 這個青海苔粉 跟我們一般吃的那種零嘴海苔 是不太一樣的 它是沒有經過任何調味 吃起來有一點點帶苦 但是海苔味還蠻濃厚的 這個是我購買的包裝 它上面就是寫青的海苔粉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這兩種材料沒有買到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任何喜歡的乾燥香料 或者是出抹黑胡椒裡 灑在炸雞的上面 都很好吃喔 把這兩種材料呢 都放到平底鍋去烘烤 整個香氣會非常棒 好這時候我們再來開火 那炒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就是你可以聞到 蝦子跟海苔的香氣 然後手指摸的時候呢 是你可以接受的溫度這樣子 炸粉呢 我習慣用日本北海道的片栗粉 你也可以用太白粉 其實是一樣的 我會再加一些玉米粉 讓整個炸雞的口感呢 吃起來更脆 然後統統放到塑膠袋裡面 混合均勻 那現在我把這個醃製好的雞肉呢 放到炸粉裡面 這個多餘的醬料要立一下 然後這個袋子裡面呢 保留一點空氣 這樣把它綁緊 然後像這樣子把它搖勻 然後像這樣子把它搖勻 經過搖勻之後 每隻雞翅都均勻的沾上炸粉 拿出兩塊雞翅像這樣 兩個互相拍一拍 拍掉多餘的粉 像這樣放在盤子上 拍一拍 然後等待反炒 等待反炒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來起油鍋了 這是想用半煎炸的方式 不想浪費太多的油 冷鍋開始加熱 將油溫呢 收到180度 你可以拿一隻筷子做測試 像這樣子筷子放到油鍋裡面 迅速的起泡 就是已到達了180度左右 然後再加熱 高麗菜如果要做生菜沙拉的話呢 建議是逆紋切 吃起來口感會比較清脆 這個是高麗菜的燕麥 沿著高麗菜的燕麥 這樣子叫順紋 這樣子是逆紋 所以生菜沙拉是這樣 隨著切 這個炸雞呢 外面酥酥脆脆的 然後還有櫻花蝦跟海苔的味道 整個mix在一起呢 真的很好吃喔 這個高麗菜絲呢 撒上櫻花蝦跟海苔粉 味道很特別 好嗎 這個炸雞很好吃 這個炸雞很好吃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道 櫻花蝦海苔炸雞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